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这个登山部分的讲道系列 研究主要是主土文 跟其他圣经的概念一样 主土文这个词语其实在圣经经文当中 我们本身是找不到的 但是传统我们称为主土文 原因是主耶稣基督 在教导门徒一些讨告的原则之后 就给一个典范 你们这样讨告就对了 所以我们就叫做主土文 所以开始的时候 我想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 一起读这个讨告 我用的是和修本俠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灭尿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权并 正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 好,请坐 看见到这个讨告的时候 我们有些很自然的问题 耶稣想让我们透过这个典范 学什么功课 我们在师土和公土当中 如何应用这些功课 如何在崇拜 或者公开的场合中 用这些主土文 我们都可能想到的问题 这些都是好的问题 但我作为今天的回应 这些问题的时候 首先为大家提出两个 很基本的观察 即使你不记得 我一会儿讲到很多的细节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 将这两个很基本的观察 带回家 首先 主土文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为 或者叫为 子土文 因为这个讨告的对象 这个称呼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是用儿子的身份 做这个讨告 并且他教导门徒 是要以天父而子的身份 去重复这个讨告 第二 这个讨告当中 很明显是有六个的请求 三个是属于天父的东西 三个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属于天父的三件事 就是他的名 他的国度 他的旨意 属于我们的 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债 以及我们的拯救 所以记住 这是一个儿子的讨告 是三件关于天父的事 三件关于我们的事 如果大家以前 听主土文的 已经研究这个结构分析 非常之好 我们有一个共通的起点 来思考这个讨告 如果你未听过 这个主土文的结构 下次你再去 汇诵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结构 帮助我们思想 究竟你的讨告是什么回事 主土文以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称呼 开始 所以我说 主土文 其实可以被称为 子土文 汇点人都是思路敏捷的 我这样说 一定有人问我 其实我们所有的讨告 不是都是一样的吗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所有的讨告 都是指土文 对吗 正确 这个就是讨告101 当人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以儿子的身份 向天上的父亲祈求的 我们不是向宇宙当中 某一些不知名的 神秘力量去祷告 三位一体当中 我们是向天父祷告 不是向圣灵祷告 不是向圣母马利亚祷告 甚至我们严格来说 不是跟耶稣基督去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奉耶稣基督明 在圣灵里面向天父祷告的 有些其他宗教的人 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不知道 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在传统来说 有些罗马天主教会的信徒 他们会向天使祷告 向死了的圣徒祷告 希望这些圣徒或者天使 可能为高权众 为他们代祷 但是圣经当中 从来没有说过 睡了教的圣徒 可以在神旁为我们说好说话 在天主教当中 亦都在五秦节的中派当中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顶姊妹向圣灵祷告 这个其实也找不到圣经根据 圣经说什么呢? 圣灵是会用说不出的碳色 为我们代祷 你不用跟他祷告 他已经懂得帮你祷告了 当我们以天父的儿子的身份祈祷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承认两个基本的真理 首先 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的来源就是天父 如果没有天父决定将我们 带到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根本不会存在 我们根本就不会有生命气息 第二 我们承认我们有一个特权 是向天父祈祷的 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儿子的尊贵 我们儿子的尊严 我们 猫狗不懂得向天父祷告 你找到最先进的AI 都未懂得向神祈祷 只有人是有特权 以儿子的身份 以儿子的尊严向神祈祷 祈祷是一个需要花时间 花心机去做的事 但我们首先不要忘记的就是 能够做这件工作 本身来说是殊荣 是一个特权 第二个观察 我刚才说到的 主土文有两个部分 首先是三件属于天父的事情 为祂的名、祂的国度和祂的旨意去请求 然后就是三件所于我们的事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债 我们的请求 这个优先次罪其实是很重要的 耶稣在第六章后面三十一节那里说 所以不要忧虑说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我帮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都知道 你们要先求 神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当你将你的目光 集中在属于天父的事情的时候 天父就会 为你照顾其他需要 包括你自己想 都没想到你需要的东西 但相反 如果你一直向神 不停求那些 你这件事需要 物质的需要 求礼物的时候 很实际 你可能没什么时间 所静无几 去求属于天父的事情 同样还要明白 属于天父的事情 神的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 其实是属于你的基础 先求神的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 才有个条件 去讲饮食、赦免和拯救 给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 必须要从天上临到地上的时候 世界才会有足够的秩序 使我们求其他生命的需要的时候 变成有意义 大家最近在新闻经常听到 零售业在美国这些大城市里面 越来越难做 经常听到 Walgreens、Walmart、Target 在这些大城市里面要关门 原因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 无法无天的一些 盗洩的行为 使得根本没有办法 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这些零售业 就算你有最好的货品 就算你有最齐全的零售市场 没有一个秩序在街上 对居民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有这个法纪 除非有这个法律和秩序 你未去购物之前 那些东西都被人抢了 所以神的命、神的国度、神的旨意 是必须被人去尊重 世界才会有秩序 所以耶稣说 祷告当中我们首先要祈求的 就是神的命被尊敬 神的国度要降临 神的旨意要来到地上 是得到实验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这个三加三的划分 和六日的创造 其实都有一些平衡 如果大家记得 我大概两年前 就是讲过一篇叫做 《天地目的》 讲到就是解释这个六日 创造背后的一些思想 其实是神先创造了 时间、空间和居间 或者一些走兽才能够在当中存在 所以定了一些平衡 里面的东西才能够存在 神需要创造了这个时间、空间和居间的规则 然后才能够创造这些领域当中的统治者、管治人 所以刚上我们朗读主土文的版本 最后一句话 因为国度、权兵、荣耀、存是理的 直到永远、下门 就是在讲这些东西了 但其实呢 又很有趣 这句话是最古旧的抄本当中 其实是找不到的 因此今天的大部分学者认为 这句话是后来加了上去 即是不在马太手笔的 原因可能是初期教会的大兄姊妹 朗读主土文的时候 都加这句话里面去做结束 结果呢 说得惯了 顺口了 看到抄写圣经的时候 就将这句话加进去 为什么会加这句话呢 因为这句话所表达的 和前面三样东西 属于天父的东西 我们求的 其实是守美夫应和 国度前后也有说 人都尊神的名为圣 就赞美神的荣耀 是吧 人顺服于神的权柄当中的时候 神的旨意便行在地上 除了这个前后的呼应之外 这三样东西 有些学者也观察 其实国度权柄和荣耀 似乎和一个很出名的祷告 大卫的一个祷告 有一个平衡的地方 大卫最终是没有帮耶和华建造圣殿 但是他作为预备 就为了他的儿子所罗门 囚集了很多物资 然后他就召开了一次很大型的奉献大会 历代至上第29章竞在 他这个集会时候做的祷告 是这样开始的 大卫在全会众眼前 人称众耶和华大卫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们的父 你是应当称众的 直到永永远远 耶和华啊 尊大能力荣耀 胜利威严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你的 耶和华啊 国度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手 很多学者就观察 其实可能这个土文 是直接影响以后很多土文 包括耶稣教导这个主土文 大卫在这个祷告当中 是很肯定的 耶和华的尊大 耶和华的荣耀 耶和华的国度 是大卫他自己王权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神的基础 他的国度是没有什么基础 他建立圣殿 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起源就会被人拆 回到主土文 我们再想一下问题 经常我们可能想一条问题 就是 如果国度 权并荣耀 都已经是属于耶和华的 为什么 主耶稣耀我们 仍然是为 我 为神的名 神的国度 神的旨意 祈求呢 都是祂的了 关键就是下一句 大家都明白了 在地上如同在天 在天上 在灵界当中 荣耀国度和权力 都是的的确确 完全是属于神的天父 所有的天君都赞美祂的名 所有的天使都是神福在祂的主权 天上所有的活物 都是遵循祂的旨意 在地上 情况当然不同 由于人类的堕落 地上不是所有的人 都以耶和华的名为圣 受造物 受到这个空中掌权者的核制 并不是属于神的主权 亦都不遵从祂的旨意 留心我们刚才 在中文的和合本第三句里面 通常我们中文就会读 愿祂的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中文的文法 似乎是将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是指祂的旨意 但是 其实按照希列文的文法 这个在地上如同在天 很有可能是三个许愿 都包括在内的 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 祂的名字被尊为圣 祂的国度来临 祂的旨意被执行 那些都愿望在地上如同在天 是三个人都愿望的 三样东西今天都在地上 还不是一个现实 地上和天上的分别 归根究底就是这个 就是在地上 耶和阿的荣耀国度权兵 是被非法的散夺了 为什么大卫要建造圣殿呢 你想想 其实他打了一世人仗 他明白 但打仗这件事是没有了结的 没有尽头的 打来打去 打完之后又有人被人再打了 大卫盼望的是 如果我有一个圣殿的时候 其实是邀请耶和阿的荣耀国度权兵 并从天上下载到地上 有一个稳定的地方 那地上真的可以 都有神的荣耀国度和权兵 但这个不是他做得到的事 神说要让你的儿子做 但真正他的儿子 大卫的子是主耶稣基督 耶稣作为大卫之子所做的 就是在人间里面建立一个 真是永久的圣殿 圣殿就好像什么呢 圣殿就好像一个大本营 透过这个基地 天父要在地上 重新拿回本来属于他的荣耀 他的国度和权兵 所以当耶稣说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 神国的扩展必须有一个优先的次序 不是说其他的事情不做要 不是说其他事情不做 但一天我们未得到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 我一天都不能够根治这个世界的问题 所以福音这个大使命 是有一个优先的 每一个信徒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全福音 为我们的思念 大家知道 我们最近在湾区 我们在联合宗教会 就有一个华人的商场的方向工作 这个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去做一点点的事情 不只是做这样的事情 做一点就好过不做 全福音报喜顺的人 脚角中何等皆尾 这个就是这个精神 我们怎么也要做一点 去把这个事情摆在我们的手上 下一次 母亲节之前的星期六 我们又会去妙皮特斯两个摩 就是说在九十九和在奥法那边 大家有时间就不要坐过 因为其实母亲节是好的 全福音机会 知道神的国 荣耀来临的时候 我们真的知道其他我们的问题 是可以得到解决 人个人也是这样的 如果神不在你的心里掌权的时候 你做其他事情 都是捕风捉影的 但是的而且有其他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人世间的问题 其实耶稣综合了是三样 三样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日欲的饮食 我们的债 和我们的拯救 这三样属于我们的 其实同样可以理解为神的工作 在研究系统神学的时候 我们说是神的属性 神的工作 如果看神的工作 就是这三个方面 神的护理 神的宽恕 和神的拯救 所以另一个解释主土文的方法 就是说 前三个是神有的东西 What God has 后面三个就是神做的东西 What God does 神做的工作 就是为人提供生活的所需 这个就是神的护理 照顾我们生命的基本的需要 其实不只是起居饮食 也包括大自然 根本免费提供的空气 水分 阳光 我们身体健康 其实 本来不应该要搞这么多 才有清潔的食水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环境被破坏 今天我们生活 我说是湾区 就是在一个很物质 丰富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担忧我们 担忧我们日用的饮食 去超级市场买一瓶水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这些在一个 更丰盛的环境里面 这个讨告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首先我们就是不要太至高至大 将我们日用的饮食 供应当为是理所当然 神可以每天供应 也可以随时拿走 我们需要每天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有生命气息 完全是依赖神的信实 和神的怜悯 但是第二 我们也不用整天休着明天 不用担心明天要吃什么 穿什么 喝什么 而是要满足神 今天给我们预备的供应 耶稣为了这个道理 讲了一个比喻 大家都听过 有一个人为了自己 储蓄了很多财富 以为余生可以安枕无忧 硬硬硬硬 谁不知那天晚上 神就说 我要拿走你的生命 结果他存在那些 便白费心机 不能带入棺材 天父是不会改变的 他今天会提供我们今天的需要 他明天仍然会为我们提供 明天的需要 所以这就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原因 知道天父明天仍然会有供应 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有什么改变呢 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愿意 而将我们今天不需要用到这么多饮食 或者资源 有圣余的 不需要的 自己今天不需要的 分享给其他人 是吧 所以 其实天父如何去回应这个讨告呢 回应人对这个日用饮食的讨告 很多时候是真的要透过他的儿女的 的圣余物资 所以我们在会点 经常提醒大家 鼓励大家 有多余的时间 有多余的精力 有多余的金钱 就要学会慷慨 不用留意它 是吧 将神 将我们交给我们 有的圣余物资 变成其他人的祝福 所以我们隔个星期六 做一次 分派食物的服务 我们的客户是怎么兇的 借给人用来派食物 借名付其实是供应鄰居的日用饮食 同样道理 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个 全球六公里 为贫困的国家提供清洁的食水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也有清洁的食水 但是很多人没有 于是我们尽我们少少的勉力 去帮助他们 感谢主 截至今天 虽然我们还没开始 如火如荼去推行 我们差不多昨天看到 筹了3,800元 我们的目标是定了5,000元 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信心 大家努力一下 我们 超过我们原本的目标 有报名的 有件漂亮的T-shirt 外面那件更漂亮 不是橙色的 有人不喜欢橙色 是黑色的 可以参加 就是我们5月20日 这个全球六公里 我们其实过去两年 我们都有感恩节之后 之前之后 是有捐血的 今年再举办一次 giving thanks by giving blood 感恩捐血 有能力捐血的 到时就不要忘记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我们的生活需要 我们其实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会应讨告的方法 第二个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我们的债 我们要要恕其他人得罪我们的地方 不去追讨别人欠我们的债 就正如神要恕我们得罪神的地方 不追讨我们欠神的债 这句说话 对一些初信的朋友来说 可能有些困惑 救恩不是说 今天是星期四 就发烧广告 直入广告 真信称义 救恩应该是免费的 不应该是需要有条件 但如果我必须要宽恕人 神才会宽恕我的时候 那好像有些不是免费 好像有条件加上去 好像这些是憑功德得意 save by work 不是save by grace 是不是呢? 其实救恩的确不是免费的 是耶稣基督 赴上沉重的代价 为我们买熟 所以这句说话 是我们的 是first person plural 不是我 first person singular 耶稣不是对天父说 遥恕我的过犯 因为我遥恕了人的过犯 为什么? 因为耶稣也没有和神有什么过犯 他不用帮自己求遥恕 我基督 我不能和神说免我的债 因为我免了人的债 因为我自己的债都没办 怎么去说这句说话呢? 我自己的债都没有能力上还 但当耶稣用我们来做他这个请求的时候 就是将他自己和他其他的兄弟 天父的儿子 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们欠的债 就变成了他所欠的债 他所对人的宽恕 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宽恕 身上 所以作为一个以基督为首的整体 就可以非常合理地和天父懇求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你如果继续耶稣 那这样就合理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开始跟大家说 与其说这个主土文 不如说这个是个子土文 这个祷告耶稣 不是好像一个主人 向另一个主人去说话 耶稣是祈祷我们当中 在一个众位的兄弟当中 以长子的身份向天父祷告 因为这样的时候 只是当我们和耶稣 真的有一个不分彼此 亲如手足的关系 这个祈求才是合理的 但如果我们跟耶稣 是不分彼此的时候 我们当耶稣是兄弟的时候 我们对其他的兄弟都应该是学会 不分彼此 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 很流行的批判 有些是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 详细我没有办法在这里 三言两语讲 但最重要的结果就是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人 全人类都是前世欠利的 所以 莫说 免人的债 但是 你看到人第一个时间 就是要向人 索偿损失 不肯赔 就告到你脱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 一个批判理论 给我们看到的态度 结果又怎样 很多人对着耶稣的时候 我们这些兄弟的关系 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有好处 黏在耶稣上 粗俗地说 就是耶稣当你是兄弟 你当他是契弟 这个就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保罗说 人若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就是在这个上文下理当中理解 耶稣之后讲得很清楚 第十四节 你们要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要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要恕人的过犯 你们不要恕 也不要恕你们的过犯 我们在一个原本 是应该不分彼此的手足关系当中 但是如果你各样东西都根根计较 就表明你根本就不在 这个不分彼此的关系当中 但是如果你不在 这个不分彼此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神的宽恕 你就没有恕了 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 我们要省察 我们是不是各样东西 跟别人继续一个崩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弟兄姊妹当中 在一个不分彼此的关系 还是我们有些山头主义呢 有些肥水不漏 我是人田呢 如果你愿意去分享的时候 至少大家主来同道 我们应该不分彼此 第三个属于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拯救 这个祈求可以再分为两个部分来说 首先 用以前俄合本的旧的翻译 我们求神 叫我们不要预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刚才我们那个是俄本 有点不同 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其实你看回原文 不是因为手稿的问题 抄稿的问题 而是原文的意思 是有点隐悔的 所以历代对这两个字 有点不同的见解 我们之前读这个和修本 翻译就是用了 叫我们不要跌入或者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最主要的分别就是这样 但是无论这个翻译如何 大家都可能想过这个 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就是 神不应该试探人的 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去求神 提醒神 叫我们不要预见试探 难道我们对神真的这么没信心 神会有时睡了觉不觉意 让我们跌入试探 也不留意到吗 所以对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 有不同的解释 有些人就尝试去区分 试念和试探 这里其实是解作试念的 他认为 虽然神不会去试探人 但是神仍然会考验人 尤其是异人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 大概是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试探也不用我们经历了 另一些人就认为 神是不会亲自去试探人的 但神绝对有权 把人放在一个被撒旦试探的地方 所以伊甸园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这里的意思也是这样 最好不要我们要面对撒旦的试探 但是有些人认为 在这里比较好的翻译 就像我们和修本的 叫我们不要陷入或者跌入试探当中 就是试探和试探 我们都必须经过的 不要跌入就好了 不要跌倒就好了 我个人认为这三个解释 其实也有可能性 所以 有时候圣经也说有可能性 照直跟大家讲 大家再深入思想 但是无论你如何去理解这句说话的翻译的时候 其实背后也有一个实际的 我们必须有的态度 就是我们向神表达 我们真的不愿意犯罪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俗世是太过险恶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抵抗 换句说话 这个请求就是在神面前承认 我们自己是有软弱的 软弱是一个事实 事实就不怕承认了 因为你肯面对自己的软弱 看清楚的时候 你才会接纳神的帮助 其实耶稣自己都在《赫西玛丽园》里面说 如果可以的话 叫他不要喝这个苦杯 第二个部分就是 救我们脱离凶恶 当中你从和修本看到 救我们脱离这个恶者 就是Evil One 也就是撒旦 传统小小的Kane James 把这个翻译为凶恶Evil 如果你从凶恶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 这个请求表达的最终的盼望就是 神在死亡当中去救赎我们 因为死亡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凶恶 翻译为The Evil One 似乎很多现代的译本比较流行 连接上句就是意思说 求神最好使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但真的万一遇见试探 跌下去的时候 神记得要拯救我们 无论你有没有陷入这个试探当中 就跌倒的时候 求神救我们出来 这个当然好像前面所说 承认自己有软弱的身体 但另一方面 其实也同一时间提醒我们 神是全能的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无能 只是更加可以见证到神的全能 我们可以切身处地去想一下 耶稣自己走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 他很快了 去到十字架面前 他自己也做这个讨告 他一方面真的求神给他有勇气 不要跌入撒旦的试探当中 看到十字架的脚远要走 但是同一时间 耶稣可能也明知 他真的会代入到这个凶恶当中 就是死亡当中 但是他呼求神 在死亡当中拯救自己出来 两种解释 其实都是包括一个信心和盼望 提醒我们不需要怕为神冒险 即使我们被逮捕 即使我们被捉拿 即使我们一切被夺走 神的拯救是不可能被夺走的 神所应许的 神自然会做得到 而且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 帮助其他人 可以误跌进去试探的一个祝福 我们是其他人求神的时候 这个请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是神对他们的回应 怎样呢? 又卖一些广告 过去一年 我一直提醒大家 教会需要多些移工 是帮助青少年和儿童的 大家知道 今天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 相比我们长大的时候 有很多倍的挑战 有很多倍的试探 他们回到学校 在他们的环境当中 有各种奇怪的事情 在他们的耳中 他们打开网上 就看到很多错误的思想 所以我们真的 只要知道 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 他们面对我们很多倍 撒旦、纤扰的陷阱 很多时候 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么简单 在他们身边 有一个大哥哥 有一个大姐姐 有一个叔叔 有一个伯母 在他们身边 拖着他们 有危险的时候 就叫停他们 小心 不要跌到这个陷阱当中 所以真是鼓励大家 在这个 今年 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月 有很多的计划 都是给这些青少年儿童 去预备的 鼓励大家 如果有时间 就拿假 或者鼓励自己 如果你们里面有些年龄 你知道我是M组 如果大家知道 家里面还有一个年龄 或是在一个童谷里面 他们已经做计划 这些就是一些机会 比如说在Mexicali 去秘魯做短孙 其实当中会有些机会 去照顾到不同地方的儿童 青少年 给他们一个教导 使他们不会跌到陷阱 这个凶恶当中 所以跟大家做个总结 总结的时候 其实我刚才说的很简单 大家应该听得不太难明白 如果不明白 就随时抓我去问一下 有些神学的东西 就很难说到 讲得这么清楚 但基本上 跟大家今天分享了 两个基本的命题 第一 主土文是子土文 第二 我们这个主土文当中 有六个请求 三个是属于天父的 三个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以天父的 我们以天父的 身份 天父二子的身份 来做我们的祷告 第一方面 我们承认 我们的生命是来自天父的 第二方面 我们承认 我们在天父当中 是有一个尊贵 我们有这个特权 向神去祷告 我们要求 神的名 神的国度 神的旨意 这个是我们先求的东西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度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事情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得到的宽恕 我们得到的拯救 神应去都要加给我们 国度抗展是必须的 所以报福音传喜训的人 我们相信脚中是何等皆味 愿意大家都用这个来 作为自己的勉励 最后 我好几年之前 写了个歌 是基于主土文的 呼唐大领大家 与大家一同分享 天父 我们知道你的命 要被高举 你的国度 要在降临 你的指望 在地上要是成全 我们知道 永恕 国度 权并 都属于你的 但我们知道这一切 都是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才会在地上 有这个安乐的茶饭 我们才可以真的互相宽恕 我们才真正可以领受到神祢的拯救 所以求神祢今天 今天就透过我们 改变我们的心 使到祢的国度来临 成为我们的邻居 成为我们的社区 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祝福 也都使到我们 是真的可以 是见证到神祢的伟大 在这个时代当中 看见祢的国刚临 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祢的慈爱圣灵的启迪 引领和保守 仍然是和圣徒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